欢迎回到我们这个刘美的学长姐经验谈的Podcast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者是Jujube 大家好我是Jujube 我是读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 然后是硕士Electrical Engineering 然后今年是算是我第三年结束这样子 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Podcast 两个是undergrad吧 然后他们先就是疫情吧 然后暑假回去就没有再回来过了 所以已经一年多没有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最近回台湾 结果隔离台湾就疫情 然后他现在也是都关在家里 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疫情 他刚回去的第一个隔离的第一个礼拜 可能隔离前几天还没有疫情 就疫情还没爆发 还没有爆发这样子 对疫情也没爆发 他也太会选时间了吧 倒是去年回去的就是没有抓紧时间回来美国 然后就又困第二波这样子 也算是就是看到疫情然后就想说就不要过去了 然后就在学校上在在在家里上课这样子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 呃我表妹他是疫情就2020的时候 常录取纽约大学 不是纽约大学纽约的某个艺术学院 然后他去年一整年都是在家里上课 哦 他可能他可能到就是下学期开始他才会来 然后他都是熬夜上课这样 有时差嘛12个小时 然后我的表弟也是最近录取 他他还没开始上课 还是最近录取 不知道UCLA的CS吧 哦 所以他们他们都是这样 了解 麻烦 所以你当初那个什么 就是你是在你大学就是念念那个什么电极吗 对我是我大学是念台湾的激南大学电极系 嗯 然后所以申请的时候我想说就是继续读电极这样子 哦 那那你那时候就是就是会选择来美国 美国念然后不是去其他国家还是去 是什么原因 其实没有特别说什么原因呢 嗯 只是 应该这样讲我一开始并没有说想要出国念书 但是就是家里确实是一直都有这个计划说哦如果你想要去国外念书的话 就是他们是可以支持我这样子 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有跟指导教授聊天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讲到说他以前是在那个密西根大学 毕业这样子 然后想说那那不然我去就是去读个硕士看看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就是算是你的指导教授算有鼓励你出国 嗯 嗯 真是有 他那时候也有说就是他那时候也有说哦如果你如果是想要读什么商课的话我就不会不会帮你写推荐信 因为其实蛮多人大学的时候念电极然后去国外是读什么商学院啊快技啊或什么的 可是在你跟指导教授就是聊这个话题之前其实你有想过说除了电极以外你会想要念别的吗 其实并没有因为那时候觉得我大学就学这个这个我会所以我做这个这样 嗯感觉电极我不知道你有你有其他同学也是也是出来念吗他们是聚意念电极之类的吗 我只有一就是同那时候同班的只有一个同学是继续念就是出出出出国念书然后是出是也还是念电极没错 嗯嗯嗯嗯然后其实没有其他人然后他也是来美国他是在那个克罗拉多大学哦克罗拉多嗯嗯所以其实感觉嗯我也觉得好像念电极多多半可能还是会继续念电极吧 然后也许也许也许可能有人会我不知道会不会转机械也有可能转生医啊哦也是有不通常会转生医还是资工比较多吧哦嗯嗯因为资工比较重程式然后生医也是很多资料资讯那一种的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你那你那时候申请多少间学校我那时候丢了六间 然后只上了只上这间哦所以其实其实其实就是我我想说就是问你说为什么要选肯德基大没得选没得选 没得选没得选 那时候就是我的邻居在台湾的邻居嗯他是在这里肯德基大学对嗯嗯嗯嗯他是大学生然后在这里读 然后我想说哦哦那那那我也选留看这样所以那时候是他还在这里对他那时候呃即便是我到这里读的第一年他都还在这里哦还在OK 对对哦对啊因为因为感觉呃台湾人好像比较常听过也可能就是一些那种名校还是什么那个什么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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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在碩士期間 目前做的論文題目是什麼 是關於DRAM的 Latency trade-off的 基本上就是想用 Emerging Technology 就是比較新 或是說現在 現在市面上看到的 不是用這個技術 然後來改善DRAM本身的 無論是速度還是說它的耗能 DRAM的功能是什麼 DRAM就是RAM DRAM就是RAM 一樣的東西 Main Memory 現在Main Memory主流是DRAM D是代表什麼意思 D是指說Dynamic 就是說它過一段時間 它需要重新的 就是Refresh它的那個 裡面存的內容 然後所以 如果有Dynamic的話 其實也有靜態的是不是 RAM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現在主流是DRAM 然後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Architecture 來當作Main Memory 然後比如說 我另外一個研究是做PC RAM 它基本上就是用 那個resistant state 算是用電阻的方式來儲存資料 就比如說你電腦資料是0跟1嘛 然後它可能就可以用高 它的可能儲存Data的一個cell 就是 它可以加熱它 然後它就會改變它的電阻 然後我們讀 我們讀那段電阻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電阻多少 比如說它電阻很高 那我們就可以說它是0 它電阻很低 我們就說它是1 那正常情況下 這個東西它只要改變之後 它就不會不需要再 再重新的refresh它 所以它就是0或是1這樣 但是為什麼說DRAM dynamic 就是說它是靠電容 電容來儲存資料 然後電容很小 因為它都是幾奈米幾奈米的東西 那一個電容很小 然後它能存出一些電力沒錯 然後我們就量它的電壓 我們就知道說它是1 如果它電壓滿就是1 它如果低於0.5可能就是0這樣子 但是它過了一段時間 它的電流就會 它有leakage 它就會自己跑掉 OK 所以我們要在它跑掉之前 就是去重新來讓它的資料回溯這樣子 所以就需要refresh 所以我們就叫它dynamic RAM 所以它其實是那個儲存的東西 是會消失的這樣子 對 所以就過一段時間 你就需要去重新的重整它 嗯 那像這個題目就是算是 我不知道你大學的時候有做過專題嗎 我大學有做過專題 但是我大學專題是做控制相關的 所以其實 電機有分什麼電子啊 控制啊 然後還有什麼電池啊 很多就是它其實很多門 我那時候的教授是做控制的 所以我是就跟著做控制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你碩士的題目跟之前大學的也算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相關 對 可是這樣你會覺得你會覺得在碩士在念的期間 比如說剛開始會很有就銜接的問題這樣嗎 還是你覺得很有趣從頭一個題目這樣 嗯 如果是以老師的期望來看的話 確實應該是有銜接的問題 但是就是老師是 就是他很有耐心然後 其實很支持我這樣 所以我 他有給我足夠的時間讓我去讀paper啊 讀教科書啊 參考書啊 然後有什麼問題問他都會 馬上就會回答這樣子 嗯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嗯 嗯 對啊 因為我覺得 這剛好就跟我下一個要問的問題 就是有點關係 就是我還蠻好奇說 因為像你你念過台灣電機系 然後大學 然後美國的電機研究所 你覺得有什麼比較大的 有什麼差異嗎 或者是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優缺點 所以優缺點 嗯 因為像我是碩士 對對對 之類的 所以我其實是 我剛來的時候其實是沒有sponsor 然後是找到教授之後 教授是 願意提供給我獎學金 但是 但是其實是沒有 我沒有 一個 RA或是TA的title 他沒辦法每個 每兩個禮拜給我薪水這樣子 嗯 但是我是有獎學金 那一開始來的時候就想說 哇 這個學費這麼貴 所以 讀起來 確實是 比大學的時候認真很多 我覺得這也是應該是 美國 美國就是 學生好像就是 叫做什麼 出席率很高的一個 關鍵 但是其實說實在 就是如果你看大學生的話 就不是研究所 大學生的話 就是混得還是很混啊 就是在美學 對對對 所以修課上你覺得 你覺得美國的 授課方式跟台灣的 你覺得有很大的差異嗎 呃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就是我修的課人都比較少 就老師跟學生的互動 算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他會想盡辦法 就是想辦法讓我們回答問題 然後想辦法讓我們 讓他知道說我們 沒有了解 他在上課 嗯 那大學老師 在大學的時候 也不見得是這樣 大部分老師就是 講他的 然後 可能一堂課很多人嘛 他要趕快進度教完這樣子 我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感覺是 文化差異 然後授課方式不太一樣 算是剛來的時候 有一點是我 以前是真的只有在影集看到 我不覺得現實中是真的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來就是 只要終身一想 學生就是馬上收東西就走了 哦 這個我 這個我同意 我覺得有一些人 真 有一些同學真的很準時就會離開了 對對對 但是其實 有的老師其實很在意 但他們也不會說什麼 就是看臉就知道說 這個同學怎麼已經在收東西了這樣子 對 這個我有發現 而且而且其實 我覺得蠻多老師可能還是會 也許他可能今天什麼樣進度 他就會堅持要教到哪裡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 有的有的老師還是繼續講 對對對 我覺得還是佔大多數啊 我很少遇到那種老師說 說啊好今天就聽到上 下課中生就結束了這樣子 這點我覺得 我是有遇到老師是真的就是下課 下課中生想 他就說沒辦法下課中生想 就讓你們走這樣子 然後通常是就是 就是美濟的老師吧我覺得 就是他不是亞裔 因為我上幾個印度教授的課 他就是會希望說我們 就讓他把東西講完 對 對 對我感覺 不過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同學還是 還是蠻那個啦 就是蠻捧場這樣子 那你覺得 你覺得當初來的時候就是 就從全中文的環境 然後轉到全英文的環境 你覺得有什麼讓你 你會覺得很不適應嗎 還是其實其實 只有在台灣的時候 就是可能上課就是有很多也是 也許是英文的關鍵字都可能有交 所以其實銜接上這些 同樣是電機器的東西 課程內容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課程內容是還好 因為我算是 來之前就是英文是有 就是有想辦法練習 然後聽力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發現說 他講到一些 可能是比如說什麼 國高中的時候的一些名詞 對 在大學的時候沒有多提到的時候 比如他講什麼 凡德瓦利 或者他講什麼 就是電子跟電子之間的作用 或是怎麼樣的 的時候 就這些名詞我是沒有複習到的 然後就 我會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OK 對 其他的話我是覺得還好 但有一點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以前我大學的時候學 就是上課就要上什麼是語言啊 怎麼樣怎麼樣的 通常都是老師手把手的在教 就比如說這個語言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這些怎麼樣的 但是我發現他們 就我有上過幾名大學生的課 可能是差不多大四的課 可能Senior或Junior的課 那他們是 如果說他現在使用的這個語言是新的 他以前上課12年其實沒上過 他老師會叫你就是回去自己看 然後要自己想辦法研究 他不會說你不會就是 就是我們就不用這個語言 我們就改樣其他的 他沒有這樣 他就說我們這兩課用這個 那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問我 然後什麼資料都放在他的那個網站上面 然後他就可以自己看自己研究 就變成說即便是大學大學生的課 他的自己研究成分算是也是蠻高的 OK 就是你 算是你 你其實應該有修到一些是那種大學和那個研究所 混在一起的 你就是指那種課嗎 對像那種課 也有可能只是因為我以前的大學沒有這樣 但是我感覺到 以前大學老師都講很清楚這樣嗎 對基本上就是手把手的教 這個對因為我們我的系好像 對我覺得可能不同系可能也不一樣 所以很難很難斷定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可能也許是 他會覺得那個可能是 因為因為通常會是U slash G的那種 Label的課程 他可能覺得說你應該要有什麼樣的 之前應該念過什麼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就把那些當成 當成已經是常識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可能那些就不會再特別講 嗯 不過這個倒是 就是如果你 你那個課程大學沒有修過的話 然後就會可能需要花多 比較多的時間吧 在基礎上面這樣子 那像你就是你在念的期間 應該是念到第二年吧 是不是 第二年的時候開始疫情 第二年對第二年的時候開始疫情 你覺得疫情 疫情後就是 嗯 有 就比如說電機系上課部分有 有什麼就是你覺得 就是我想你們學校應該也是 也是改成就線上上課 有部分線上部分 就是還是還是在學校上課 然後我那時候只有修一門課 OK 然後那時候是改成線上上課 然後 然後 你上的那個是實驗課嗎 不是不是實驗課 怎麼講呢 他是要做project沒錯 但是 因為他是 就是跟那個 System simulation有關 所以基本上在電腦上 就是可以完成 你不需要有其他的工具 哦 有點程式課的感覺 對對對 有點像 那他是硬體的課 就是硬體模擬這樣子 嗯 所以感覺即便像這種課 改成線上大概也 不太有影響 沒有太大的麻煩 我覺得有點有趣的是說 那時候這堂課 他在上 就是選課的時候 他是寫說是 in-person class 然後 後來是因為 就是第一堂課 大家都要學校完 然後老師就問說 啊現在疫情啊 要不要我們改線上啊 然後怎麼樣這樣 就經過溝通之後 然後學生都同意說 那就改線上這樣子 哦 然後 改完線上之後 就是我們發現一點是說 如果是in-person class 學費是比online class還要便宜的 哦是哦 在那個時候 對 我不知道後來怎麼樣 但是那時候 我有學生這本課 然後老師就講到這個 他也覺得很有意思 對啊 這樣是什麼原因啊 為什麼為什麼現在這樣 到底講 線上用的資源應該比較少 應該比較便宜才對 對啊 我也不知道 嗯 可是 欸 嗯 對啊 嗯 不知道 可能是供需之類的嗎 那個 那個 網路上的比較多 然後就 就打個折什麼 這樣 不清楚啊 還是說學校要買 Zoom的 license 哦 可是買Zoom的 license 可是買Zoom的 license 可是你們之前沒有Zoom對不對 之前也沒有上過 網上課 就網路的課 所以也不知道 之前沒有線上課 不確定 對 我覺得是有可能 如果是這樣 然後把Zoom的費用 加進去的話 嗯 嗯 我覺得有可能 嗯 那像在疫情下 那你覺得 就是從你第二年開始 然後到 你覺得 就這一年 有沒有什麼 對你來說 比較大影響嗎 我覺得我比較怠惰 哦 因為再加上課嗎 算是 就是平常即便是 就是上完課啊 做研究的都在實驗室嘛 然後就 有同儕啊 就是 同學的旁邊 然後就可以互相 溝通啊 交流啊 或是聊天打屁啊 然後工作起來 就比較起筋 那自己在家 嗯 我就覺得 我自己是沒有辦法 就是很認真 定下心來工作 即使有 也是很短暫幾個小時 嗯 所以你是那種 就是如果到辦公室 工作效率會比較好 那種 我覺得我需要工作環境 那我房間就這麼大而已 所以 我沒辦法分隔 我的生活跟工作環境 這個我同意 這個我同意 就是 我也覺得 我之前在疫情前的時候 到辦公室的時候 工作效率比較好 我覺得 我覺得主要可能也是因為 辦公室其實沒有什麼誘因啊 然後 嗯 然後就是 嗯 如果當 對啊 反正那個環境就是 就是 感覺就是給你工作用 所以 你大概就是在那邊 也只會工作這樣 真的 除非吃飯的時間之類的 之前是 都在實驗室 我都是帶便當 然後 就是在實驗室 就是微波就微波來吃這樣子 都不用回家 不用什麼 然後 後來現在就是 在家 然後沒事就開開冰箱 因為不然就是幹嘛 這樣 你去學校的時候 你都 你都帶什麼樣的食物啊 就是昨天晚上煮什麼 然後 對 然後就放 就放在那個冰箱裡面 就我一次就煮很多 然後就放冰箱裡面 然後就放一些 大概就是菜是生的吧 或是昨天晚上有燙過 OK 所以 所以你的 所以你的 隔天的午餐 應該會跟你前一天 晚餐 晚餐是一樣的 對 OK 我也是有聽 就蠻多人 就是他們可能 甚至可能一次 就煮一個禮拜份之類的 我差不多一次煮個 三天 可能不到三天 兩天半的份 OK 對啊這樣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方便 省時間啦 因為我煮飯很慢 喔對啊 除非 除非你 我不知道這樣的人都不多 我不知道你的同事 就是或同學 有沒有很多人是中午 跑我家吃飯的 還蠻多 是直接在學校的 就學餐吃 喔餐廳吃 在餐廳吃 可是感覺 哇 我自己是很少在餐廳吃 因為餐廳 餐廳吃的都是比較多 是那種美國的食物 就是那種 那種 那種 然後都有什麼炸的 還是素食之類的 真的 素食非常非常多 我不知道你們的餐廳有沒有比較多選擇 它是有幾個區域 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每天會換 Chinese food 或是Mexican food OK 然後有個區域是 會固定是Gluten free的 它就沒有 沒什麼炸物 嗯 OK 不過疫情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去過學餐了 應該也關了吧 是不是 其實有開喔 喔有開是不是 我們的都關了 一直都可以去 我們的全關了 我們的應該是最近才開始 可能這幾個月吧 或者是春天 這個春天才開始有 比較 比較就回復到這個 有一些餐廳可能有開 可是 因為我們春天還是 其實還是還沒有回到校園 我不知道你們是已經回去了 還是還沒有 已經已經回校園了 已經回校園了 嗯 你們春天就已經是正常了 對 喔 我們人比較少吧 我不知道耶 我們是 秋天才回復 回復到回校園 那你們回 你們春天回校園 就是什麼 大家就是在戴口罩這樣 上課 嗯 因為我後來是沒有課了 但是只要我走出去 就會看到很多學生 就平日時間 所以就表示說 大家已經回來上課 OK 那路上的人 其實沒有很多戴口罩 嗯 但是他們進教室 應該是要戴 就是根據那個 對啊 我們即便說我們 我們城市現在是 應該說州吧 就是已經6月1號開始 是有講說 就是已經沒有口罩禁令這樣 嗯 然後當然當然他可能會希望你 如果 進室內的話 希望你是 如果你有打疫苗 打完的話 再 就可以可能不用戴口罩 這樣子 那 我覺得這一點很弔詭 這很難啊 就是你 他也不會去檢查 你有沒有帶 你有沒有打疫苗啊 對啊 然後大部分 不想打疫苗的人 本來就沒在戴口罩啊 哦對啊 所以你就不知道那些 沒有戴口罩 到底是打了疫苗 還是沒有打疫苗 這個就很難知道 對 但是像我們 你們也算是州立學校 對不對 對 州立學校好像沒有辦法 要求學生 就是說打完 然後再回來上課 像我們這邊私立學校 已經前幾天新聞就說 說要要求就是秋天回來上課學校 學生要先打完疫苗才可以回來 我們好像是沒有 有可能是我沒有注意通知 但是 就是基本上學生都可以打疫苗 就是 他就 你們在學校打嗎 對 在學校打 因為我們學校就有醫院嘛 然後 你們學校有醫院 OK 所以他附近就設了很多 就是打疫苗的戰 就原本那個體育館 現在 之前 就直接被改 直接 直接拿來 就是讓大家打疫苗 而且不是學生 就是整個 算是整個 Lexington 或是更附近的地方 都可以過來打這樣 嗯哼 那 那你們 你們的學校也是提供Pfizer嗎 嗯 Pfizer跟Moderna 它其實 隨機 沒有誤定是什麼 對是隨機的 但大部分人打到都是Pfizer 對啊 我們當初也其實也是講說 有Pfizer 可是大家打 結果打到最後都是Pfizer 我就在想說 Pfizer產量比較高吧 覺得 對啊 應該是 對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是不是分配給學校 都只給Pfizer之類的 不清楚 我們到後面 就是差不多 可能 四五月的時候 是有聽說 是有Johnson Johnson可以打 好像有 我們好像也有 嗯哼哼 只是我就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人真的打到 那時候都接種了 所以就不知道 你身邊的同學都是打到Pfizer嗎 全部都是Pfizer 嗯 我認識的都是Pfizer OK 對啊 你自己打之後 你有什麼 有什麼那個嗎 就是第一季還是第二季 我第一季沒事 但我第二季是 我早上去打 然後下午就 有點不舒服 然後到半夜就發燒 然後後來 你同一天就有反應了 算是同一天吧 早上打 然後到半夜發燒這樣子 OK 然後發燒一天 然後在隔天又頭痛 OK 那等於說OK 因為我自己 我是隔天的中午才開始有 有你講的所有症狀 然後我就延續到隔天的晚上 然後睡覺起來就沒了這樣子 但是像我其實我認識的 就隔壁 我隔壁也是住一個台灣 原本也是住一個台灣人 後來去跟Pfizer住 他打完就沒事 然後Pfizer打完好像也沒事 他們兩個都只有肌肉痠痛而已 喔你說第二季是不是 對 喔對啊 我覺得有一些人也是這樣 我弟也是打完第二季還沒怎樣 我就好像很吃每個人免疫系統狀況 真的 可是我覺得該怎麼講 就是 有時候你沒有症狀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靠 那個打下去到底是有沒有打 還是他打那個打水的樣子 有啦有打 安慰劑也有用啦好不好 安慰劑 就至少可能要手痛才覺得說 有喔有打到這樣 疫情啊疫情的這個許多諸多這個 欸你們你們有那個什麼 你們念碩士期間有需要實習嗎 我沒有 沒有規定就對了 嗯 如果你想實習是可以跟老師講 老師會 會 會說同意或不同意 就你看要幫老師做事或什麼 哦 我們老師基本上都是開放 就是你要實習就去實習 但是 就該做的事還是要做這樣 就寒暑假你可以去實習 噢寒暑假也是說的也是 嗯嗯 這樣等於你的你的你的RA 是從第幾個學期開始打嗎 我這樣算是 呃 算是第二個學期開始的 等於說就是你找到老師之後開始的 對對對 OK 那那你你第一個學期 等於說你們沒有規定說 一開始進去就要找老師了 呃 碩士 其實沒有說 哦你要找得好老師才可以進去 啊 博士班其實大部分都是 應該是我目前聽到的 全部都有贊助 就是 嗯 就是你一定會有TA或者RA 這樣子 那應該就是要先找教授 但是碩士或早或晚 你還是需要有指導教授是這樣嗎 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我們碩士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是Lisis 一種是Non-Lisis OK 然後我找教授的時候他說他只收Lisis的學生 那我想說好那就Lisis這樣 那Lisis要修24學分 然後Lisis要修30 OK 應該多6學分就是那個論文啊 不是不是 我講錯了 Non-Lisis只要修24學分 Lisis要30學分 OK 不用論文的要30啦 對 Non-Lisis是30 多6學分 你說是論文嗎 應該是 但是他還要再多修 他除了30學分之外 他還要再多修3學分的什麼project 那你最後畢業前 你還是要交出個報告 那OK 所以他那個報告就等於說是沒有論文的人 他最後的檢定這樣子 對 算是 所以在那個project的階段 你應該還是需要一個指導教授 那這樣那些沒有論文的人是一年就畢業了嗎 沒有沒有 30學分應該要修兩年 所以也差不多一樣兩年 對對對 你也算是兩年嗎對不對 我應該要是兩年 但是我現在已經是三年了 噢現在是第三年 OK 對對對 噢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呃 算是吧 就是比較帶多的事情 沒關係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每個 這很難講 就每個教授 每個教授跟學生的安排的時間 我覺得也很難講 我們教授那時候 就是收我的時候 他就是要求說 你有一篇journal 嗯 然後你就可以 就至少要一篇journal 噢還有規定要一篇journal 對 至少一篇journal 然後你就寫完論文就可以走 那那個journal你要第一作者嗎 還是不用 其實我們老師都讓我寫第一作者 就不管這個idea是他的 還是不是他 噢OK 就是他就是讓我 讓寫的人當第一作者 那他那個journal 一定要journal paper 還是你去參加conference也可以 journal paper 就是我們的journal跟conference 對 OK 我現在已經發兩篇conference 然後有一篇journal 是正在丟這樣 噢 你們應該也應該沒有規定說一定要參加conference吧 他沒有說一定要參加 但是我有就是 因為反正你丟conference paper 就一定要有人去嘛 那教授就會 那時候就說就會問你想不想去這樣子 噢 那你有機會參加到那個嗎 你投的是那時候有機會實體嗎 還是已經疫情了 呃第一篇是實體的 第二篇是去就是online的 online的 嗯 第一篇是去紐約 就是ES week 噢 我覺得很好玩 他在紐約大學裡面 噢 去幾天啊 他在conference conference是七天 我實際到場是三天半 OK 對啊 我真的覺得美國conference真的是不錯耶 就是有種 我覺得非常好玩 就是 可以遇到很多很多人 然後非常多題目 然後大家都是就是互相聊天 然後瞭解一下對方 研究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除了你自己報告的時間 其他其他時間都很像在度假 嗯 有點像 而且會認識很多新朋友 對而且你去你去參加conference 應該應該也是公費去的吧 呃 算是一半公費 就是有一半的費用是向conference 申請的 噢 OK 他有一個grant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半是老師出這樣 OK 嗯 對啊我覺得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我之前 反正我是上次去你們那邊參加那個conference 我覺得我覺得也是 就跟你一樣感覺 就是感覺認識蠻多人的 反倒線上的我就沒有認識這麼多人 我覺得線上很難啊 就是雖然說到後來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該怎麼講 就是配合這論的平台 然後他們想要把它就是分組討論還是什麼 這樣子其實我覺得還是跟實體面對面 還是有差 可以把取代那個感覺啊 對 我後來就是因為都是這種虛擬的線上的這種 研討會我就沒有沒有這個動力去投了 就是 對啊 你覺得說 蠻多人虛擬的就是報告完就走 他也沒有聽別人講過 哦對啊 嗯 虛擬對啊 虛擬的 嗯 就跟虛擬BA點影差不多的感覺啊 嗯 還是有差啊 對啊 對啊 所以你 不過 你說你說 喔你講你先講 對 我說不用 不過你就不用旅費啊 不用什麼啊 哦 可是 可是問題是你 你實體時候去也 也不是自己出這些錢的 所以 差不多 是沒錯 對啊 嗯 對 還是 對啊 我覺得疫情下就是還 會蠻想念那個就是 去參加研討會那種 那個 飛來飛去 然後 與人見面 然後 活動這種感覺這樣子 嗯 對 希望 對啊 像慢慢的美國 美國已經要回到那個 回到這個 實體的授課了 就是希望 希望這些東西會慢慢回來 嗯 所以你接下來 目前目前大概是到 在處理論文的進度嗎 你接下來的計畫 出一頓文嘛 然後 找工作嘛 嗯 然後 就先工作個幾年 嗯 然後 累積工作經驗 然後再看 要繼續留 還是 要 回台灣 你想要去業界嗎 嗯 業界 我不想要帶學界 在寫論文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 我不適合這一項 可是你業界你有 比如說你有比較 你自己比較想想要去的公司嗎 或者是 當然我 就是學 DRAM的嘛 對 所以就想說 像是 嗯 Micron 應該是最 最最好的選擇 就是美光 嗯 做 做記憶體的 美光是台灣是不是 嗯 美光是台灣是不是 美光是美國的 大概台灣有分光師 哦 難怪我覺得有聽過這名字 嗯 欸美光是 到處都有嗎 還是他在哪裡才有 到處都有 OK 然後 呃 我們附近有一個叫做 就是住在 就住在Lexington downtown 有一個叫Infinion Infinion OK 它也是半導體 然後大部分應該是 車用電子 反正都是半導體廠 然後 它原本是Cypress 是被Infinion買下來 被Infinion買下來 OK 嗯 然後 嗯 嗯 像其他什麼 SK Hynix 它最近也被買了 它也是 它也是做記憶體的 也可以 然後Samsung 或是 任何 可能就 其實現在完全沒有收到任何面試的情況下 任何機會我都take 都可以 嗯 對 欸 感覺就是 嗯 對啊 我覺得 可能 可能是 只能海投了吧 對啊 我老實說 至少 你說你至少要丟一百 一百到兩百家吧 他這樣講 我覺得可能要差不多 我記得我那時候 有一個博班畢業學長好像就丟著四五百之類的 然後 我覺得每個人的情況可能不太一樣 可是他也是丟那麼多 然後可能才收到十個之內 面試 對啊 十個以內這樣 所以可能有很多也是 是不知道灌頭性嗎還是什麼的 還是什麼的 或是有的就不回 你老師有推薦什麼嗎 老師是推薦美光啦 當然 他以前有在美光實習過 哦 所以他可以幫你 他可以幫你內推美光 呃 應該不行 然後 畢竟不是員工或什麼 嗯 但應該 可能會有機會這樣子 那你們實驗室畢業的人都去哪裡 如果我畢業那我是第一個畢業的 哦 是哦 OK 我們老師是新的教授 你老師那麼年輕這樣子 對對對 他是剛畢業 博士畢業就來我們學校這樣子 哦 OK 你大弟子耶 我不是博士生啦 所以 其他的同事都是博士生 但你算是等於說你畢業 然後你算是他手下第一個畢業的 嗯 OK 嗯 這樣的話 對啊 不過老師 我覺得多半老師比較能夠推薦的還是 學界吧 對啊 學界大部分還是學界可以推薦 除非他自己開公司 還是什麼跟 你們有跟廠商合作之類的 嗯 不過其實學校還是有其他老師可以幫忙推薦 哦 OK 就是資歷比較深的老師這樣子 嗯 他們就 在業界有認識比較多人 嗯 不過再看看啦 就是先把論文搞定 搞定之後你可能也比較好跟就是你在申請工作可能也比較好跟別人講說什麼時候可以上工吧 嗯嗯嗯嗯 感覺是齁 欸你們 你剛剛說到RA啊 你們你們 你覺得你們系上就是 UK的那個 碩士生 好不好拿那個就是 就是 這種 TA或RA 我們系的話 碩士 不是很好拿 特別是在疫情過後 其實很多老師的 sponsor 就是都 就是都 就是那個 funding都變少 嗯 嗯 所以 但是如果你是博士生 基本上都有 都有 都有 funding 就是 一定會有TA 碩士生就是跟到老師的話 也不一定會有RA 不一定 甚至獎學金也不一定會有 OK 對 不過你剛剛說的那個我有注意到就是TA 就是那個疫情之後的TA的人數有銳減啦 就我覺得應該是系上的資金有那個啊 對 有銀減非常非常多這樣子 對啊 這個 嗯 這個我覺得也算是疫情下的一個 這個 帶來的衝擊啊 學校的財政上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嗯 那你覺得就是 像目前你到這個 已經算是碩士的最後的階段 你有沒有覺得說 也許當初你來之前 就是 你你會想要給自己 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說你求覺期間 也許 你當初有什麼事情 可能 怎麼樣做會比較好 或者是說 欸其實不用擔心什麼太多這樣子 我覺得 我們從來之前開始講好 OK 來之前我覺得可能 如果你想要到國外念書 大學可能 成績要顧好 嗯 就你GPA高一點 你比較容易申請到你想要的學校 所以什麼托福啦 然後什麼那個 GRE啦 其實分數 就是 只要到了就好了 OK 不需要滿分或是什麼 但是GPA是 其他學校比較看重的 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台灣哪個大學 怎麼樣 除非你是台大的 或是什麼 他根本就不認識 所以 GPA顧好 如果你想出國的話 然後 出國後的話 我是覺得說 當然是 就是 生活圈的部分 就是說 如果你喜歡的 如果你喜歡跟人家交流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在都市的話 人就比較冷漠 就不一定說 你會去跟 你跟他們講話他們會回你 但是 如果你是 到像我在這邊鄉下 你可能路邊 就會有人很和蔼的跟你聊天 就老太太會怎麼樣的 然後 那個 教會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 交流的點 如果你想學習美國的話 去教會 不管你信不信教 你去參加教會活動 對你的生活來說 都是有幫助 像我是有參加 也沒有說很常參加 但是就是會去 Ashland Church的活動 然後就會認識比較多人 然後 可能有一點也是因為我是研究生的關係 就是遇到的學生啊 或是跟人家交流的時間就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這點蠻重要的 然後 還有就是 即便你是學理工科 如果你最後要讀研究所 那你的寫作還是要練好 你說學術寫作是不是 論文寫作 對 論文寫作還是要練好 那個你覺得可以怎麼樣子增進 就多寫吧 就是大學前的話 大學也是 對 就多寫 或多看啦 應該說 來這邊做研究的時候 看論文是 一開始是最大的照文 就我看英文沒有那麼快 然後 你可能 你要寫一篇 你可能要看個三四十篇 你才可以真的知道說這個領域在幹嘛 就是我的感情 對 這我同意 對 因為寫作畢竟 因為最後你的碩士入文還是要寫 對啊 然後 對 然後等於說 最終你還是要在寫作上 就是 這個 有辦法寫寫出你的碩士入文 或是 paper 之類的 對 就是 你研究的東西 你要能夠 表達清楚 讓別人知道 嗯 對 欸 所以你自己 你自己算是 你剛剛講到教會那個東西 是你本身就是 算是 有 你是 基督徒還是什麼 呃 不是不是 但是你在當地有 有參加過這樣子 對對對 基本上我只要去任何地方有教會 或是什麼活動 廟會 教會 都會去看一下這樣子 你在台灣有參加過嗎 就是台灣的教會 教會的話 其實只有 就是做志工的時候去 就我那時候參加的志工是跟 算是基督教有關的 OK 所以他到各個地方服務 都是跟當地的基督教合作 嗯 所以只要去 老人服務啊 或是小孩啊 都是 跟教會有關 所以都會去禮拜 在參加教會活動這樣子 那你覺得台美教會 有什麼不一樣嗎 台美教會有什麼不一樣啊 就是可能 你 比如說 舉例就是可能 像你去參加 你都是參加他們禮拜天 那種禮拜嗎 嗯 或是平常的活動 都有 嗯 你覺得 你覺得有說 因為我自己有參加過啦 就是 感覺他們好像是 就是 但我沒有參加過台灣 就是美國感覺就是先去 然後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會一起唱歌 就是會發那個嘛 然後 然後可能 然後就會有人來拿 不知道什麼 麵包嗎 還是什麼水 然後吃一下 嗯 我在美國是有參加過幾種不同的教會 OK 那在疫情前 就是 嗯 我去 Ashland Church 他就是 一到 然後就是 再進去 就是禮拜開始之前 大家就是在外面聊天 然後不管你認不認識 就是 他們都很願意跟你講話這樣 如果你是新來的 他會先問你說 你是誰帶來的啊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大家就會互相交流這樣 嗯 然後進去之後 他就會開始 唱聖歌 就大家站起來 然後唱聖歌 然後就會有 他前面就有螢幕啊 然後 會有字幕或什麼的 這樣 然後唱完聖歌 他就是步道 那步道 Action Church的方式 就是比較傳統 他就是念 聖經理的內容 然後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聖經理在講什麼 這樣子 然後最後結束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 餐會 就是中午 中午會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飯 或什麼 這樣 然後那時候是 每個禮拜三 就會有一個讀書會 那 算是 對啊 就是讀聖經的內容 然後大家討論 這樣 小組 小組 就是 教會很多人 三四百人 但是他就有好多個小組 這樣 他們講Fellowship OK 然後這個聖經是 Baptism 它就有一個很大的池子 然後有人受洗的時候 就會站在池子裡面 這樣子 我倒是沒有遇到受洗的 受洗的這種狀況 那我還有參加另外一個教會 是說 他也是一去就唱歌 然後就沒有那麼多活動 但是他分享 他分享聖經 就是上面的人在步道的時候 他講聖經是跟自己的生活結合 像這樣子 然後我之前參加台灣的是 在彰化 在路上這個地方 就要路上長老教會 然後 內裡的聖經是閩南語 就你打開 然後他的字就是 你讀那個讀音 你就可以唸台語 這樣子 OK 然後基本上 那附近只有老人跟小孩 所以大家 大家就是 禮拜 不知道禮拜四 還是禮拜三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了 就會有讀經班 就跟阿嬤們一起唸聖經這樣 然後平常的時候 會有老人活動 會有老人送餐啊 或是有一天的時候 每個禮拜有一天 會很多老人都聚集到教會裡面 然後大家第一件事情來的時候 就是量血啊 然後 記錄一下 然後就是聊天這樣子 OK 然後這就是比較不一樣 那他的禮拜日 他的步道也是唱歌 但是唱歌就是唱台語的這樣子 喔 OK 台語 他算是比較傳統的 OK 嗯 我有參加過就是 他唱的四歌不是 不是傳統的那種 你感覺很慢 然後很莊嚴的歌 他是有點像Rock Band這樣子 然後唱得很High 然後到那邊跳這樣子 對 有耶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該怎麼講 就是 我自己參加過的這種 教會的這個 就是禮拜的活動 好像有一些的歌好像 其實都聽起來蠻流行的 嗯嗯嗯嗯 然後 對啊 我覺得可能也是隨著 也許是可能 他請的這些負責演奏的人 也許是也比較 也比較年輕還是什麼 然後 然後歌可能就會 曲風就比較偏時下的 流行歌曲的感覺這樣子 但也蠻好 因為 因為這樣子就可能會 比較不是那麼的正 正經八百的歌曲 大家比較唱起來 會覺得比較自在這樣子 嗯嗯 會比較好發握這樣子 好 對 我覺得你剛剛其實講 自己的 給自己的建議 其實就有一種給 這個雪地妹建議的感覺 所以 感覺我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 剛剛你那樣子 就差不多 嗯 就也是有 有寒到 就是這個 雪地妹感覺 也可以參考的部分 嗯 對 這個 嗯 你覺得 你覺得來這個 美國 你的碩士啊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 你覺得 很值得的 就在這個整個 你覺得 這算是我 就是第一次一個人 就是在 在 就國外待比較久 算是這樣 也待了三年了嘛 你之前沒來過美國嗎 就是就是你來念 我之前來也只是旅遊而已 喔旅遊 OK 嗯 在這之前有來過一次 畢竟和生活不太一樣 生活 對對 生活跟旅遊 實在差太多了 嗯 然後來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 文化憧憬 就說美國人很浪費啊 什麼東西都是 塑膠在一起啊 或什麼東西 然後 電燈也都沒在關 即便那個 電已經不開門了 它的燈都還是就 都開著 哦對啊 對啊 對啊 資源多就是可以這樣 然後 很值得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人吧 然後在就是學術上面 算是我從我的教授那裡學到很多 嗯 你覺得 Lexington是怎麼樣一個城市 你覺得 其實 會 推薦大家到 到那邊去念書嗎 唸書的話 如果你 怕無聊 基本上 不要來 你這邊沒什麼東西 的旁邊都是 農田嘛 不是種玉米 就是羊馬 你不能吃牛羊嘛 然後 城市裡面 其實還是有bar啊 或是什麼steakhouse之類的 但是 就是 說真的娛樂啊 或是 想吃什麼東西啊 都還是要跑到外面的城市比較多 OK 所以 你在課雨時間的時候 大概在Lexington都在做什麼 比較 疫情前 就是會 揪人家去 爬山 附近有幾個 trail 但其實這邊爬山 跟台灣比起來 是比較 無趣的啦 可以這樣說 真的嗎 就它的 山 因為它大部分都平原嘛 它山都小小的 爬起來一下子就到頂 然後 馬上就回來 這樣子 然後 以前會打羽毛球 但是疫情之後 基本上現在是 百費待局 運動也很少在運動 你們體育館也還沒有恢復可以回去 還是已經有了 體育館其實一直都開著 一直都開著 一直都開著 從來沒有關掉過 只是有限制capacity 我們其實有關 該怎麼講 是關嗎 對 算關 就是隨著學校 那時候關起來的時候有關 然後後來 恢復的時候有做一些改變 就比如說 因爲它就避免群聚嘛 然後要需要什麼社交距離 然後它就要 比如說以前健身房就這樣 大家都擠在一起 然後它就把健身房的器材全部拿到 也許籃球場上去擺 有我們也有這樣 對白白就是有那種社交距離 然後但是你可以運動啊 但是就是你就跟別人 就不會距離太近那種感覺 嗯嗯嗯 然後然後像你說的限制那個capacity這樣 好 那對我想我想今天大家就分享到這邊 也許也許你那個之後之後這個後續找工作 也也許有一些這個心得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再來再來聊一聊 OKOK 好今天謝謝Jujube 謝謝謝謝 謝謝你邀請我 不會 但是我們我們戲其實也是要 我這個program也是要修個 六十幾個學分吧 什麼六十幾個 對六十幾學分 有那麼多 我也不知道 可是它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是可以從你碩士就是轉過來學分 可能二十幾個學分這樣吧 所以算一算應該還是要修個三十幾個學分之類的 你們要修多少 我們是如果是master是24 然後如果是doctoral好像是36 喔OK 所以24 那如果博士可能就跟我差不多了 博士36 36 如果把我把那些 你說再把碩士加起來 對對對 如果把那些轉學分的刪掉 扣掉的話應該也差不多三十幾這樣 三十六之類的 嗯哼哼 嗯哼哼 太蚓卜了 拍拖了